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读我手中这本书之前 我以为食品打假这个话题 也就是近二三十年比较热 是个新话题 看了这本书才发现 人类的食品打假史 已经持续了两百多年 而且食品打假这事 不只是咱们中国有 其他国家也有 这本书书名叫做《每位欺诈》 食品造假与打假的历史 作者是比·威尔逊 他是英国著名的食品作家和历史学家 今天我们就来读这本书 梳理一下人类的食品打假史 这本书先提到了一个名字 叫阿库姆 知道他的人不多 但是他对我们当代生活的影响 非常之大 因为他开启了人类食品的打假史 书中说 1820年 这位德义英国人阿库姆 写了一本书 叫做《论食品参假和厨房毒物》 作为化学家 他通过化学检验的方式 揭露出当时英国食品业 无处不在的造假现象 这是人类历史上 首次有人采用科学的手段 来食品打假 那直到今天 我们其实仍然在 沿用他当年的想法 来保护食品安全 书中说 英国从15世纪的圈地运动之后 大量农民进程 推动了工业的发展 可是越来越多的英国人发现 这面包不好吃了 肉不香了 茶也不好喝了 大家都传说 有人在造假 可是谁也没有真凭实据 政府也没有办法去抓 这阿库姆 他是个资深的吃货 他最恨别人拿吃的事来蒙人 所以他就利用自己掌握的化学知识 去做检测 书中说 他发现英国市场上的泡菜 是用铜染绿的 醋是硫酸加了水 奶酪是搜牛奶 掺米粉 糖里加了淀粉和黏土 柠檬汽水里加了酒石酸 胡椒粉里掺了陈土 这些记录我们今天读起来 仍然是感到毛骨悚然 但是他让我们今天的读者明白 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 食品造假的问题必然会冒出来 需要的是加强打假的力度 虽然说阿库姆的书出版之后轰动一时 但当时的英国政府却并没有什么行动 因为英国崇尚自由主义经济学 他们认为市场可以自动均衡 通过竞争造假者会自动被清除市场 不需要政府插手 但真的是这样吗 在书中 作者以葡萄酒和面包为例 这二者都是造假的重灾区 古代西方人常常在葡萄酒中添加铅 大家现在都知道了 铅是一种有毒的重金属 会在人体内积累 而且它能让人的血液流速加快 产生这种葡萄酒很有劲的感觉 而且铅能够延缓葡萄酒变酸的时间 所以这一招古罗马人就会用 它的副作用是影响生育 而且会让人疯癫 到了1905年 不认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法国 他们颁布了法律 规范葡萄酿制的标准生产方式 违反标准者就不能称为葡萄酒 此后规定了葡萄酒法定的产区 所有的产品必须标明使用的是哪一年的葡萄产地在哪儿 那么好多人都觉得酿酒就是豆腐账 多加一勺水 少加一勺水 对质量它能有多大的影响 可是有了严格的标准之后 葡萄酒造假的现象就越来越少了 说完葡萄酒 我们再来说面包 1850年 因为面包师加入的名凡越来越多 各地都出现了中毒的案例 有的面包甚至没有面粉 这英国政府是不能不管了 到1860年终于推出了反餐甲法 英国的食品安全终于有了保障 可是面包师们不干了 他们罢工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每一炉面包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都按标准来 这一听啊 也有道理 各国政府无可奈何 只好让步 其实啊 葡萄酒也一样 每一瓶和每一瓶都不一样 可管理的力度够了 质量就有保障 书中说 虽然欧洲各国纷纷出台打假的法律 但是美国却迟迟没有跟上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啊 美国初期呢 是农业国 食品造假的情况并不多 直到从1870年到1900年 五岁以下的美国儿童 每三人就有一人死亡 其中半数是死于腹泻 因为啊 随着城市的发展 对牛奶的需求增加了 为了连成本 很多美国的农民 用干水来喂奶牛 这种干水牛奶 引起了部分媒体的不安 可是牛奶公司 却发动宣传公示 表示 干水牛奶 那也是牛奶啊 改变历史的是一位名叫辛克莱的小说家 他写了一本小说名叫《图场》 主要目的就是呈现美国工人辛苦的生活 书中写道 熟食加工厂中 一名工人不小心落入蒸锅 却谁都没发现 他的尸体差点被加工成香肠 卖到市场上 据美国媒体报道 当时的美国总统老罗斯福 正在吃早餐 他一边翻看这本小说 恰好看到了这个情节 吓得他大叫一声 把放着香肠的餐盘扔了出去 后来到1906年 美国终于出台了 纯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我一起共读《美味七壮》 咱们明天同一时间 吃完 跟小语